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介绍 我们ODE的 第二个算是重要的主题 那这个是关于 Linea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是我们是用一个比较 就是一般化的架构来看它 所以现在我们并不限定说 这个Linear ODE它的阶数是几阶 我们就把它讲说它是一般的 像这样子的话 它因为最高的Derivative 最高阶的 y 然后一个 superscript 这个上标n 括号n 这个代表说第n次的Derivative 第n阶的nth derivative 然后它之所以说是Linear的 原因就是因为 它们这些terms 等号左边的这些terms 基本上你只有牵测到 y 以及它自己的各阶的Derivative 的这个一次 它没有说这个两个 这个Derivative相乘起来的 或是说某个Derivative的几次方 没有那种的 它都是一次的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里面 这个y 欸对不起这里 掉了一个东西 各位自己补上去 这个a1x 然后这是有个y 它掉了一个y 请各位自己补上去 那个是在这个a1 第二个term a1xy 这个n-1 的这个Derivative 好吧 掉了一个y 那么这样子 如果说这个a0不等于0的话 那因为这个最高阶的Derivative 这个Derivative 是nj 所以它是nth order的 nj的linear的ode linear的ode 那么如果说 它这个等号右边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f of x 如果说它是这个 不等于0的话 这个右边的f of x 我们叫做non-homogeneous term non-homogeneous term 或是有人叫forcing term 或是forcing function input excitation 这名字很多 事实上指的都同一个东西 就看你是在什么样的领域 或什么样的课本去看到它 Anyway 这个东西如果说不等于0的话 我们叫这样子一个 linear的ode 是一个non-homogeneous equation non-homogeneous equation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那么如果说是等于0的话 就等它右边等于0的话 我们叫homogeneous equation homogeneous equation 这个homogeneous 跟我们从前讲 exact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还有我们讲了什么 这个homogeneous function 那个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Anyway 那么这样子一个linear的ode 如果说我们这个系数 这一些a a0 a1 等等一直到 这个an 它不一定是常数 那可能是functional x 但那不是functional y functional y的话 就变成non-linear的ode 但如果是这样子 这些a跟这个 右手边的non-homogeneous 如果在某一个interval i里面 是个x軸上面的某一个interval i 如果说它们都是continuous function的话 如果都是continuous function 我们就说它是normal的 这个是一个normal的 就是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一个这个 关于呢 这个linear的这个ode 它的这个解 它solution 存在性跟唯一性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啊 证明了 如果说从这个严谨的数学 这种approach 来证的话 这个还有点麻烦 所以我想这个呢 我就不这个 让这个留着 这是让各位自己去看书上的证明 但是呢 它的结果 我想它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定理的这个内容 这个结果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说呢 这样子一个 ant order的这个linear的ode 如果它是normal on an interval i normal的意义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东西A啦F啦 都是continuous function 好的 那 如果啊 这个 除了这个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本身之外呢 如果说 在这个interval里面呢 这个 某一个点 这某一个点 没有这个x0好了 这个x0是在这个interval里面的某一个点 所以 这个变成就是说 在这个 这是x轴好了 这是这个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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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interval i 这里面的某一个点 叫做xnow x0 x0 还是某一个点 如果说 在这个点 它的这个 y的值 y'的值 etcetera 那这个up to 这个n-1 j'的这个 derivative 的这个值呢 都知道了 都是知道的 所以这些know k1 這個so long up to k sub n-1 这么多的这个值呢 都是给的 都是given的 都已经知道了 的话呢 好 所以 这个difficial equation 配上这些 已经给的这些条件了 就可以呢 决定呢 怎么样 你的这个 这个 solution 而且这个solution呢 是保证是存在的 而且呢 只有一个 这unique的意思是唯一啦 只有一个 好吗 好 它一定有解 第一点 好 然后这个解呢 只有这么一个 one and only one 好吗 那 这个是 这个 关于这个解 linear的od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的解 我们这里 解的存在 跟唯一的这个 这个定理 那么 这里有一个 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 这个mess 跟这个sprint 的这种 ode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 这是上次是一个 质量呢 然后 经由一个弹簧 开取到某一个定点 譬如说朝墙壁上 好 那么 如果说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 时间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就是x 那就是什么 initial displacement 或initial deflection 就是起始的位移 跟这个x.0 所以这个是什么 在t等于0那时候的 initial velocity 就是速度 起始的位移跟速度 如果都给了 所以这边给了这个given 这个x0 这个x.0 这个都是已经知道的 都是已给的 都是given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solution 这个solution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mess 在这个 在这个x走 这个x呢 as a function of time 就固定了 就决定了 不是固定了 应该是说就决定了 也就是说它就 随着时间怎么变呢 我们就知道了 就可以知道 而且这一种 这是它的什么 运动方式嘛 这个位移 as a function of time 这个位移 运动方式呢 是unique的 就这么一种 运动方式 好吗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 initial的condition 这个x0跟x.0 这个如果说这两个东西呢 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那这个可能 这个解呢 又是另外一个解 但是那个解还是一样 就只有唯一决定的 只有一个 好 所以这个 基本上是 我们说 这个ode的问题 好 跟着这个定理的 存在唯一有关系的 这有个c 有个c 他说呢 如果 y of x is a solution of homogeneous equation for which 这一些什么 这是initial conditions 对不对 就是在 x0那一点 x等于x0那一点 它的值呢 都是0的话呢 那它的solution是什么 它的solution就是0 也就是说 这个solution y of x 就是0函数 就是0函数 就是0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可以这样 我先讲一下证明 这个证明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呢 y of 0呢 一定是这个问题的solution 是不是y of 0 是不是solution 因为呢 我们回到这个前面 现在我们讲的是homogeneous equation 就是说这个f of x 是0的这个状况 右手边是0的状况 那 y of 0是不是它的解 当然是它的解 因为y of 0 你带进去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y自己是0 对不对 y prime当然也是0 一直到nj的这个derivity 当然都是0 所以带进去的话 左边是等于0 右边 我们说现在我们讨论的是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对不对 所以右手边呢 本来就是0 所以0等于0 这个equation是成立的 对不对 可是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定理说 如果呢 你的这个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如果说你除了differential equation之外 这个nj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还有这个n个initial condition的话 那它的解释是唯一的 存在而且唯一的 所以从这个定理 我们就可以看出 因为我们找到一个y等于0 y等于0 带进去呢 differential equation是成立的 然后呢 怎么样 我们这里 我们说呢 这些initial condition 假设都是0 对不对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解 它是一个合格的解 而且呢 根据我们刚才那个定理说 这个解是唯一的 我们就找到一个 那其实这个就是one and only one 就是那么一个 就是那一个解 知道 就是y of 0 我们先证明它是一个解 没有错 但是根据刚才的存在唯一的定理 它就是那个唯一解 y等于0就是那个唯一解 ok 所以这个是数学的一个证明 但是呢 其实啊 这个我们工程师 要知道物理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例子好了 好 因为呢 我们现在谈的是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指的是什么 右手边啊 这个等号右边是 是什么 是0嘛 是不是 0 所以像这个例子的话 这个mass sprint的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呢 有没有外力 现在这个外力等于0 外力等于0 所以这个mass呢 没有外力 还有呢 initial condition呢 well 我们说这个 given的这些initial condition都是0 对不对 那从这个 简化了这个二届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initial的什么 displacement 跟initial velocity都是0 就是原来呢 这个mass就是在平衡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initial velocity等于0 就是什么 velocity等于0 就是静止的意思 在平衡点这个位置呢 它在t等于0这个时候呢 它是没有动的 没有在动 是静止的 在原来 就在平衡点的位置 而且呢 它是静止的 然后又没有外力 那这个mass会不会动啊 根本不会动 是不是 根本不会动 所以 这个物理意义 这个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字 colary colary的意思就是 就是 本来是花官 花旁边的那个官 那这个是 是细 这个我们说这个 这个 数学的 这个中文翻译 就是叫细 就是跟着一个大定理 后面的一个小定理 一个 一个这个 引理 小定理 好 Anyway 这个我们 这个细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就是 我们如果是homogeneous equ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initial condition 也是homogeneous 就是等到 右边等于0 就是说 initial condition都是0 那这样的状况呢 它的解就是y等于0 好吗 就是y等于0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谈 一个这个定义 linearly independent 说起到li好了 linearly independent 线性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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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线性独立 这个定义呢 是这样子的 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我们现在有这个 n个 function f1 of x f2 of x 等等 fn of x 这是这个 n个这个 function 我们说它们是 linearly independent 线性独立的话呢 那一定会怎么样 我们如果说把它 这个前面 分别乘一些常数 比如说 f1前面乘C1 f2前面乘C2 那fn前面乘Cn 这些都是常数好了 好 那这样子呢 把它sum起来 把它加起来 然后强迫它等于0 强迫它等于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动作 我们把它sum起来 这个乘上一些係数 然后把它sum起来 这个叫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 好吗 这个叫linear combination 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把这个linear 你combine起来之后呢 强迫它为0呢 如果这样子呢 会imprise 会得到一个结果 imprise就是说 弱怎么样 折怎么样 就是suggest 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只有一个 就是C1 C2等等 一直到Cn 这些前面乘的这些常数 非得全部都是0 才可以 才会有这种 linearly combine起来 它会变成0的这个结果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说 这个F1 一直到Fn 是怎么样 是这个线性独立的 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我相信说 这个东西呢 怎么样 这个各位在高中的时候 学过Vector 对不对 这个Vector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 现在这个是function 但是如果是在Vector的话 各位 我们就讲两个最简单的嘛 这个如果说只有两个Vector 这个是A 这是B Vector A跟Vector B 对不对 如果说是 我们说呢 这个A呢 乘一个常数 比如说是Alpha A Plus Beta B 那Alpha跟Beta 都是 constant 那么 就是scatter 纯量的 constant 那我们强迫它变成0向量的话 如果现在像我画这样子 没有贡献 没有在一条线上 怎么样呢 那只有呢 得到一个结果 就是什么 Alpha equals Beta equals 0 是不是 所以这个状况 就是那个状况 但是如果说 这个 向量比较多了 我这是画两个 那你有更多的三个四个 你只要N个那么多的话 也是一样的 这个Definition 你把它做Linear Combination之后呢 等于0 如果说会 imprise一个结果呢 所有的系数 必须全部为0 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什么 Independent 这是独立的 独立的 反之啦 如果里面有一个 以上的 如果呢 可以是非0的 可以不等于0的话呢 我们就说是 Linearly Dependent LD 线性相依 这个independent Li就是独立的 那Ld呢 是相依的 线性相依 一个是线性独立 所以这个 我想各位应该很容易 可以了解 因为这跟向量的概念 是一样的啦 是一样的 那这个有什么用处啊 有什么用处 就像这个向量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有时候 在一个向量空间 我们要 去表示一个 任意的一个向量 然后 表示它的坐标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会选 我们的坐标系统 譬如说我要 我要表示一个 这个向量是这样 这个叫X好了 再画在这个黑板 所以这个黑板 这个二维的一个平面 那我要找一个坐标系统 可能会找一个什么 可能这个A这样子 B这样子 这两个要怎么样 独立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X呢 分解成多少倍的A 加上多少倍的B 那这种分解法是唯一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找这种 线性独立的这个 向量来当这个所谓的基底 Basis 这我们在第二章 线性代数会再继续去谈 那我们会找这个所谓的Basis 在向量我们叫Basis Vector 那在Function的话 Basis Function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这里Define 这个所谓线性相依独立 是为了在 那个在铺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 这定理就是 类似这样一个东西 它说啦 在一个Interval i 那这个一个N接的 Homogeneous 这里Homogeneous 就是等号右边是0 Homogeneous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is Normal 然后呢 Differential Equation has N Linearly Independent Solution Y1 Y2 Sung up to Yn 所以呢 就是说 假设这个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N接的嘛 对不对 而且呢 它有这个N个呢 线性独立的 这个 这些解 也就是说 这些解呢 带进去那个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都可以 都会成立 等号都会成立 好 那么 我们接着呢 就可以怎么样 以这一些呢 这N个呢 独立的这些解为基础 来表达呢 任何一个呢 这个 就是这个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些 这个Y1 Y2 Up to Yn 这些东西呢 做Linear Combination之后呢 所形成的一个 新的一个解 叫做Y of x 这Y of x呢 带进去呢 这个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一定会等于0 一定会等于0 一定会等 它会成立 我们现在谈的是Homogeneous 那当然它就等于0 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以这个 Y1 Y2 Yn 等等这些 为基础 然后呢 来表达 来表示呢 任何一个 满足呢 这个Homogeneous的 Linear的 ODE的这个解 好 所以 这个 好 这个 就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N 接的话 N 接的话呢 你怎么样呢 一定要找足了 N个独立的这个解 你不能说 比如说我有 五接的文言方程 那是找到了 三个独立的解 但是另外两个不知道去哪里 那这样子的话会发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 第一个啦 就是说 你的这个解 有些部分都miss掉 整个total解空间很大 但是呢 你只有三个基本解 那你只能表达里面的一部分 剩下的部分 就没办法表达出来 好不好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定理很重要 那证明有点麻烦 整个各位自己看一下书 这八十页有这个 这个 这个定理的这个证明 好 所以呢 这个基本解 独立的基本解 很重要 那但是 我们说 他们要先性独立的话 你必须把它linear combination 起来 让它等于零 强迫它等于零 然后呢 证明说它的所有系数都必须等于零 这是它的定义 不过有时候这样子很麻烦 这样子不太好 这个 判断呢 他们到底是独立还相依 你必须试过所有可能性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呢 叫做runk skin runk skin 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行列式 它是一个determinant 它是一个 让你来测试 一堆呢 这个solution 是不是真正的这个 linearly independent 或者是linearly dependent 是独立还是相依 好 这个runk skin 是怎么样一个 行列式呢 行列式 我们是叫做determinant 这是行列式 我想这各位以前 学过了 至少学过那种这个 二乘二的 三乘三的 它展开有一个 一定的rule 我们在这个第二章 会再去谈这个东西 反正anyway 这个展开的结果就是一个 一个存量 不是一个像量 一个存量 一个数字 它怎么样 这个组合起来的 这个runk skin 这样一个行列式 就是把你现在代测的 这n个function 摆在第一个row 好吗 然后 第二个 哎呀糟糕 这个打错字 这是一个prime 不是两个prime 这个是 single的prime 各位自己改一下好不好 这个f1 prime 只有一阶微分 这是fm prime 然后再下来 才是这个double prime 所以第一个row 第一个列 是把所有代测的function 排起来 第二个就是把它微分一次 第三个row 就把它微分两次等等 一直到 各个function 微分到n-1次 所以从0次一次 1阶 0阶1阶 一直到n-1阶 所以这样子就有n个row 对不对 然后它有n个function 所以这是n by n的一个 这个 determinant一定要方的 对不对 一定要同样的行数等同样的列数 其实这个determinant 你行列对调 还是指其指不变 这个各位 这个应该知道 好 那这个东西 这个roun skin 有什么用呢 我们看这个theorem 它说 over any interval i over which an nth order homogeneous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is normal the round skin of any particular solution is either identically zero or non-zero 它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interval里面 我去计算这个roun skin 你会发现这个roun skin 只有两种状况 要么在这个interval里面全部都是0 要么就全部都不是0 好吧 所以 这个roun skin 譬如说在这个x走里面 这个interval 这个interval i 它要么就是全部都是0 全部都是0 好 好 这是zero 全部都是0 要么就是全部都不是0 好 譬如说这样子 譬如说这样子 好了 好 不会有这样的 这个不会有 这个 呃 不会有这样子的 好 有一部分不是0 这个不是0 结果在这里通过0点 不会这样 所以不会有这一条 不会有这一条 要么就全部是0 要么就全部不是0 好不好 所以roun skin 有这样子一个特性 however 这个我们还是不晓得说 这个有什么用 好 这边有个定理 就是说 这个roun skin 这个 如果我们计算 这个roun skin 用这个w来 来表示它 那如果说它不等于0的话 不等于0 只有我们刚才这个黑板上的这种状况 它可能全部都在上面 正的或全部在下面附的 有可能 那anyway 它如果不等于0的话 if and only if 它就是什么 独立的 线性独立的 linearly independent 那如果说是等于0的话呢 等于0的话 它就是linearly dependent linearly dependent 好吧 roun skin的用处在这里 好吧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重要的结果 我们先倒回去一下子 这里 好 它说那roun skin 这个在这个interval i 里面 只有两种这个possibility 一种就是都全为0 不然就是全部是不为0 好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那个 就是 稍微去prove一下 稍微去prove一下 ok 那它说呢 这个 ok 这个是我们用一个特例来prove 因为 其他的就是 以此类推 我们不想让这个证明太复杂 我们就只证这个n等于2的case 所以n等于2的case 就是说 是两个呢 两阶的啦 二阶的 所以它这个linear的ode 最高的就是second derivative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谈的是homogeneous equation 所以这个等号 右边都等于0 好 假设我们令两个呢 两个解 y1跟y2 这两个解呢 带进去呢 这个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都可以等于 都可以成立 好不好 所以它是两个解 所以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y double prime 解出来 就把其他的相 两相把它移到右边 变成这样 好不好 那这里i可能是1啦 可能是2 因为我们说有两个解 y1 y2 是不是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来我们来计算这个rown skin 这个rown skin 对这个二阶的case的话 就是什么 y1 y2在第一个rown y1' y2'在第二个rown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determin 2乘2的很容易展开 就交叉相乘相减 是不是 所以这个diagonal的 你把它这个相乘 那这个contradiagonal的 你相乘两个一减 是不是 好 那变成这样子呢 我们 我们 对这个rown skin 这是rown skin w本身 对不对 我们对这个rown skin 它也是一个functional x的东西 对不对 也是一个x的function 我们再对它微分 对rown skin微分 所以刚才这两个term 这两个term都是乘积的形式 都是product的形式 所以你在把它微分之后 分别都会产生两个term 所以现在一共有四个term 有四个term 这个double prime的部分 像这个y2 double prime 还是y1 double prime 我们用刚刚的这个 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 这式子把它带进来之后 把它带进来 这个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这两个一样 对不对 y1 prime y2 prime相乘 这个y2 prime y1 prime相乘 这个当然消掉了 所以虽然四项 但是两项消掉 剩下两项 两项呢 然后double prime用这个来换一下 换一下呢 把它都降成最高阶 就是一阶的微分 这样呢 稍微再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就变成这个 这个minus a1 over a0 对不对 所以这个constant乘上这样一个括号 这个括号呢 就是我们原来定义里面的这个什么 rown skin 对不对 for这个order 2的 这是二阶的 所以这个可以写化成这样子 这个minus a1 over a0 times w 这个是w' 对不对 w'可以等于这样把这个移到 跟这个加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 w这个rown skin 本身呢 也要满足一个维言方程 满足一个一阶的维言方程 好吗 一阶的维言方程 所以呢 我们说呢 这个w呢 is a solution homogeneous 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是满足这个一阶的 homogeneous的维言方程 那我们只需要 那一阶嘛 只需要一个initial condition 那我们这个 我们说 我们根据前面的定理 前面不是有一个homogeneous equation 如果它initial condition 都是等于0的话呢 那它就只是 只有一个唯一解 就是0解 就0解 有没有 我们回到 这个系 这里有没有 这个homogeneous equation n接的 如果它n个这个initial condition 都是等于0的 那么它只有一个唯一的0解 是不是 只有一个唯一的0解 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如果啊 它这个 这个 rounskin 你在这个 任何一个点 只要touch到0的话 一touch到0的话 事实上 根据那个定理 ini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homogeneous的 然后呢 它又有某一个点 就是所谓的initial condition 某一个点它又是等于0的 所以呢 它也只有一个唯一的0解 它就全部都为0 全部都为0 好吗 只要你一碰到0的话 它就全部都是为0 好吗 所以这个 这个证明知道它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这个rounskin w 只有两种状况 either identically 0 or non-zero 不会有这种 有地方0 有地方0 不会这样子 好吧 好 那么 我们 这个稍微延伸一下 在这个证明过程中 中间 还有个东西可以 有个结果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说 在这证明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说 这个w呢 是 这个rounskin呢 是满足这样一个 homogeneous的 linear的first order 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干脆把它解出来算 把它解出来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教过了 已经知道说 怎么解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的什么integrating factor 这个找出来 是不是 这integrating factor呢 就是把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那个p p of x 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拿到这个指数这边来 然后算一下这integrating factor 所以呢 等号左边一定可以配成呢 这个fee呢 去乘上w 然后整个括号起来呢 去对x尾分 是不是 右边等于0 那这样就是直接积分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那直接积分呢 变成这样子 这个等于一个积分常数叫k好了 好 然后这个整个exponential function呢 把它除到右边去 所以变成 我们就solve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for这个solution 这solution 最后这solution就是这样 k times e power minus integral a1 over a0 dx 这个就是有名的叫Abells formula Abells formula 他是一个那个挪威的数学家 年轻就死掉了 21岁就死掉了 一个天才 好像他寄paper寄给那个 一个法国数学家哥西 那他的研究的这个结果 这个哥西 他有一个不太好的reputation 常常把人家的论文给掉了 掉掉了 所以就他的这个 他的贡献都一直被埋没了 所以他死后后来 才有人发掘出来 好 那anyway 这个就是Runskin的解析节 但是有时候 我这里只写一个 subject to judicial choice 这意思就是说 你有时候带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k是未定的 这k有时候要再 稍微再判断一下它到底等于什么 我们等一下看一个例子就知道 好 这里有一个例子 你看 这个 这是 一个second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不过他的系数不见得都是constant 对不对 是functional x 像说这个是1-x 这个是x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anyway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并不是在教各位 怎么去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可是可以跟各位讲说 这两个 e power x 跟这个x 这两个一定是解 那是不是解呢 你就是把它带进去看看 你把它带进去 它如果differential equation 成立的话 那它是解 你可以自己verify 这两个的确都是解 带进去 这个都会等于0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例子呢 主要目的是在 跟各位讲说 这个rungskin 这两个解 这个rungskin 到底等于什么 好 这两个解rungskin 我们就根据这个determinant 第一个rho 把它这两个解排在 第一个rho 第二个rho再把它微分 所以e power x 微分就变成 还是e power x 那x微分的话 就变成1 变成1 然后把这个2 by 2的determinant 展开变成什么 1-x times e power x 好 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 带这个rungskin 基本定义 得到的这个结果 但是如果说 我们用这个 刚刚那个 Abells formula 这个 Abells formula 那你就要identify一下 这个原来的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A0 A1 那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这个 A0 A0就是1-x A1就是x 是不是 好 你把这些呢 这个 就是 带进来 那 这个Abells formula 那你要去算这个东西 算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呢 这个可以积得出来 各位自己积一看 这个应该integration by part 可以积得出来 分布积分法 可以积出这个结果 好 好 那这样子就变成 Exp 是exponential function 那Exp 就是什么 E power 这个 x plus long 1-x 绝对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yeah 是这样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两个相加 就相当于exponential function 相乘 E power long 1-x 好 这个 它的这个 这个 modulus 就是绝对值 这样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 exponential function 跟这个natural log 好像对销嘛 一样 就把它 它是反运算的 所以这个对销 就变成了 这个 E power x 这个 1-x 好 所以 这个 你可以把它 写成 这个 样子 对不起 这个是x-1 我这个写成1-x 没关系 反正绝对值 一样的 好 anyway 这个 根据abell's formula 它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形式 跟刚刚这个 已经非常接近了 只是这里有个未定的 你要判断一下 所以呢 如果x 这个 大于1 的话呢 那这个 就是 这个k 就要选-1 如果x 小于1 这个k 就选1 这样子呢 就会跟你这个 就是Ronskin的definition 所算出来的 这个结果 会一致 就会一致 好不好 不重要的是那个形式的本身 好 所以 这是Ronskin 这是Ronskin 好 那么我们介绍这个Ronskin的目的在哪里 这个目的呢 就是在 我们希望呢 藉由这个Ronskin 来判断 一起 一堆这个代策的这个function 它是linearly independent 还是dependent 是相依的还是独立的 好不好 最好是独立的 因为独立的话 我们就可以 把它这个linearly combine 起来 来表达任何一个这个solution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定理很重要的 就是说 Any particular solutions of a linear ODE on an interval i over which the equation is normal are linearly independent 那这个 if and only if 这是双向的箭头 if and only if 弱且为弱 there where of Ronskin w is not equal to zero on interval i 是的 所以如果是独立的话呢 这个 写的漏漏等 事实上呢 就是这样子一句话了 这个linearly independent的话 if and only if Ronskin not equal to zero 它是不等于0 反之呢 这个因为这是双向电头 所以你的这个反命题 也成立了 这个左边右边 那个反命题也成立 也就是说linearly dependent 线性相依的话 if and only if Ronskin 横等于0 横等于0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我们来证明一下 证明一下 那也是一样 我们从这个n等于2的例子 来看就好了 假设呢 这个y1 y2 是满足二阶纹方程的解 好 现在我们来证呢 这个necessary condition 那这些condition呢 从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呢 是证明什么 这个左边是P 右边是Q的话 是从Q呢 接受Q的这个前提 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达到呢 这个P的结果 从Q证到P 不过这个问题呢 如果直接这样子的方向来证的话 很难证 我们来证它的反命题 在逻辑上面呢 这个如果Q则P呢 跟什么 跟这个非P则非Q呢 是等价命题 知道吗 你们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到 学过这个逻辑学的 所以说如果P则Q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跟什么是等价的命题呢 跟这个就是P bar 这个是反命题的 然后Q bar 然后这个箭头的方向呢 相反 是一样的 那个也是一样 那个你就把它 这个 我们不要直接去证这个 Raw Q则P 我们要去证这个Raw P bar 非P则非Q 我们来证这个 非P则非Q 那这个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当左边 这个当右边的话 就是在证什么 我们等于要证说 linearly dependent 折呢 W都等于0 等于是这样证 我们要证这个方向 好吧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我们先假设 Y1 Y2是linearly dependent 那linearly dependent的话呢 你这个 这个一定可以把这个什么 Y1 Y2做linear combination K1 Y1加上K2 Y2 这是linear combination 可以等于0 对不对 而且这个呢 前面这个系数呢怎么样 可以不全为0 可以不全为0 可能其中有一个是非0 不然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linearly independent 它现在在相依啊 它相依 所以说它不能同时为0 OK 那这个等于0的话 你把这个式子呢 再微分一下 这个K1 K2的常数喔 这个function X 是Y1跟Y2 好你再把它微分一下 微分之后呢 它还是得怎么样 还是得是等于0 而且这个K1 K2呢 可以呢 不同时为0 是不是 好吧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这两个连立方程式 你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拼装成呢 我们现在这个matrix equation 这个简单的matrix 我想各位应该看得懂 这是高中应该有学过吧 好那这个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这样子一个 2x2的方正 乘上K1 K2这样一个column vector 会等于这个0向量 这个东西呢 要有这个non-trivial的 这个就是K1 K2 要non-trivial的这个解 non-trivial的意思就是 不等于0啦 讲白一点 non-trivial的意思就是不等于0 这个K1 K2呢 不能是00啦 不能是00 好吧 虽然说加起来之后呢 这个matrix呢 装配好了之后 乘完了之后 它要等于0向量 可是K1 K2不能全为0 知道 正到这里 所以 这个不能全为0的话呢 只有怎么样 这个determinant 必须要等于0 才有可能呢 怎么样 K1 K2不全为0 是不是 就像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二接的很好想 很容易想 你现在 现在 那两个等于是直线方程式 对不对 这个 这两个 这两个等于是这个 就是像直线方程式一样 如果说你现在呢 这个determinant 如果说不等于0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两条相交的这个直线 两条相交的直线 如果这两个相交的直线 因为我们这个解呢 显然00是一个可能的解 然后呢 如果说它呢 这个又是相交于再一点 所以那一点应该就是00 我现在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那个determinant呢 如果说它这个不等于0的时候 不等于0的时候 那k1k2解出来一定只有00而已 一定只有00 就像现在这一种相交的直线 但是这一点就是0点 所以我这个坐标轴呢 也许不要画在这里比较好 也许应该再画在这里 这个就是00 这个是for呢 这个runkskin呢 如果说是不等于0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k1k2可以是非0解 只有一种可能性 因为现在两条直线嘛 对不对 这种可能性就是什么 这两条线必须重合啊 譬如说这样子一条线 然后另外一条线呢 是这个黄色的这一条线呢 跟它重合 好不好 跟它重合的时候呢 那两条线的这个系数必须乘比例嘛 都必须乘比例 也就是w呢 这个runkskin要等于0的这个case 所以重合的时候呢 k1k2呢 就是可以有非0的解 不只如此啦 它有无限多解 知道 因为两条线重合呢 每一点都是解 每一点都是解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方向 好那么这样子 这个sufficient condition 就是若p则q啊 也可以证啊 不过也是一样 我们用间接的证明方法 我们证它的反命题 就是非q则非p 这样子一个反命题 这个反命题就是说 我们先接受说 runkskin等于0 for some x0 在i里面的一点 w等于0 好吧 那w等于0 你一定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就是runkskin等于0的这个 这个 就是 在这个某一点 某一点 这如果runkskin等于0的话 你一定可以写成这样 好 那么 这个k1 k2呢 不是同时为0 不能同时为0 但是因为它w等于0 就像刚才的这个 两条线重合的这种case一样 它可以有non-trivial的解 non-trivial的k1 k2的解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呢 这个 我们现在construct 这个另外一个解 叫做y of x 这y of x是怎么来的 把这个y1 y2呢 前面各乘到k1 k2 这样子把它组合起来 线性组合起来 形成这样一个新的解 这个解呢 如果怎么样 把这个x等于x0 带进来的话 也当然要等于0 是不是 因为刚才这边 我们runkskin等于0 然后让它得到 这两个equation 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新的解 当然在x等于0 y跟这个y prime 都要消失 都要等于0 是不是 k1 k2可以是non-zero 好 那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根据前面那个细 所以那个细 虽然是一个小定理 但是很有用 又第二次用到它 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二阶的 然后呢 我们又有两个什么 initial condition都是0 0的initial condition 我们说那种状况 只有一个唯一零解 唯一零解 对不对 所以这个y x呢 也许要横等于0 横等于0 所以这样子就证明了这个方向 如果runkskin等于0的话呢 那这个y of x呢 可以等于0 而且这个k1 k2 可以是 不会同时为0 不会同时为0 好不好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显然就是什么 就是linearly dependent linearly dependent 所以这个很重要 runkskin等于0 不等于0 就会显示说你这些function 是相依的 还是先行独立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是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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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